救護人員一抵達現場 立刻將躺在地上的女學生 抬上單架 不斷實施CPR跟時間賽跑 女大生躺落的彎道 羽球拍 球鞋 安全帽等物品散落一地 剛騎的摩托車 車殼破裂 現場還留有一攤鞋子 但是受醫急救後人傷重不治 10號深夜11點多 這名20歲的謝信大鱷女學生 從東華大學校內體育館離開 準備回到宿舍 結果行進外環彎道時 疑似碾過油漬 機車失控直接衝撞路旁登桿 連人帶車瞬間噴飛20公尺 女學生摔車後口吐鮮血陷入昏迷 路過學生見到了 發現她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嚇得趕快報警並幫她CPR 家屬的之後連夜從台南開車北上 它是一個直線之後 馬上接一個 類似近90度直角的一個轉彎 我們也是很希望 對整個學校的道路 進行一個全版的規劃 我個人認為在那邊 已經有相當不錯的警示裝置 完整的警示裝置在那裡 只能繼續的希望同學們放慢速度 校長表示那束彎道 已經有加強照明設備 地上也有貼反光貼紙 提醒準備要轉彎 而詳細原因還有在警方調查理清 消防人員也表示 針對這起漢市會協助家屬 辦理後續事宜 女大生運動結束 要返回宿舍 沒想到在校園裡摔車喪命 TVBS新聞高志宏 李佳彥花臉